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早上談到校經 是說的是很多人 很多做父母的 是所期待子女的不多 你一個電話 一個問安 對大人 對長一輩人來說的話 就開心得不得了了 他所求的這個不多 那這個就在於什麼 就在於說你的敏感度夠不夠 如果也許你都不在乎 你都不以為這個是應該 那或者可以做的事情 那你而且你不去做 那不去做的話 就可能就停滯在那邊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跨進這個 老人家的這個心理上就去 所以我想我們中門辦的這些論壇 最主要的是讓我們大家都能夠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讓我們聽取專業的研究人員 專業的學者 他們從各自的這個角度裡頭 來給我們提供更多的一個專業的知識 專業的了解 我們師傅說的是我們現在 早上的場它向來是先開頭 下午的場它是後來才接續 所以我尊重師傅的這個安排 那我們就先請 要想和平的話 我想我們從兩岸先和平起 恐怕比較實際一點 那我們先請邱君賢邱所長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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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坐著嗎 可以 敬愛的師傅 楊院長還有何校長 以及在座各位先生女士 午安 午安 我今天可以說是充滿了歡喜 跟惶恐來到這個場合 心中充滿了歡喜是 我過去也有很多在外面演講的機會 那麼大部分的對象都是一般的學生 或是政府的這些公務人員 但是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而且各位都是在師傅的領導之下 那麼談論有關於這個和平的問題 所以感到非常的這個歡心 那麼惶恐當然就是 雖然我本身的專業 是在學這個國際關係跟兩岸關係 說穿了 國際關係實際上來講 它只有討論一個核心問題 就是戰爭跟和平 如何去避免戰爭 如何去追求和平 那麼我為什麼感到惶恐 那麼過去所學啊 當然都是屬於這個 學術上的討論 但是有沒有落實到個人 在靈修方面 因為我覺得 歸根究底 這個戰爭的原因 還是存乎在一個人的心當中 那麼在座各位大德吧 那麼在這方面的修養 一定比這個我要深厚很多 所以我感覺到比較的惶恐 但是呢我想今天有這個機會 是主要是跟各位來去分享 那麼長期以來研究這個國際關係 以及兩岸關係的一個心得 來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也請大家多多的指教 首先以我們那個專業的立場 來去看這個戰爭 什麼叫做戰爭 我想這個師父啊 已經出了一本這個書 談論到中國方面 從有文字歷史開始 3762次的戰爭 寫得非常清楚 這裡面如果說以這個 我們這個國際關係專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為什麼會有戰爭 因為你要先去思考 戰爭的原因之後 你才會想辦法 去把這個原因去去除 然後我們國際關係 談論戰爭的原因 其實只有兩大類 都是一個 第一大類呢 就是為了爭利益 這是有形的東西 利益方面呢 有哪一些比如說爭土地啊 要去攻打對方的政權啊 這一方面 第二個 其實那個是持久以來啊 都是存在的人類 就是觀念之爭 那其中 它會牽涉到這個 種族啊 宗教啊 在西方裡面你看 為了宗教 而發生戰爭 到今天為止 都是一樣的 所以總括起來講 是一個利益跟觀念之間的這個 爭論 衝突 那如果大的話 當然就會發生戰爭 可是我記得 我在去年的時候 也參加了這個師傅啊 所主持的一次大會 那我也開始理解 我們維新中 裡面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 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啊 其實給我的啟示是非常大 就專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維新中裡面有一個這個 中華民主 即這個山祖的這種活動 特別是 我覺得混員 這個師傅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他居然提出了這個吃油 還當作我們中華民主的祖先 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一個概念 其實我覺得它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的大 為什麼呢 剛剛我有講到 就是說戰爭是利益跟這個觀念 但是我因為這個 就聆聽了這個師傅的 的這個教義 以及他的行為之後 我認為 我用非常簡單的語言 來去概括 人類為什麼會有戰爭 就是你我之分啊 今天很多人都認為就是說 它是非我族類 所以才會有戰爭嘛 今天如果說你今天 像這個這個師傅 在這個書上的所提啊 他說你我同事 中華山祖之女兒 皆因珍惜啊 善情緣 你我同事 同事的話就不會有任何的 這個這個所謂的異類之分 那今天我認為 人類的戰爭 就是站在我的立場來看你 那麼把這個中間把它間隔掉 如果哪一天 你跟我根本就像一個陰陽太極一樣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它是混合在一起 這個的話 戰爭就可以達到就是說 比較容易去消除的可能性 那所以呢 從這樣的一個這個過程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了這個就是說 戰爭的原因 那麼人類也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當然就是想辦法 想盡一切辦法 那麼從有人類歷史以來 他就很多很多的這個聖賢啊 都想盡辦法 用這個這個教化的方式啦 提出理論的方式啦 來去想辦法針對這個戰爭 所產生的原因 來去想辦法把它消除 所以要達到所謂的和平 那麼我們現在看看 那什麼叫和平呢 那和平的這個能不能說持久啊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問題 一般人的這個理解 大概會認為就是說 只要沒有戰爭就是和平 那其實不然 沒有戰爭 那麼問題在哪裡 他心中彼此之間 還存有這個很大的隔閡 甚至於怨恨 甚至於敵對 他只是用沒有用武力的方式 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問題 所以沒有這個戰爭 只是和平的最初級的階段 如果要達到所謂的和平的建立 那必須要有制度化的這個管道 比如說這個在兩岸之間 因為我是學兩岸的 我就很願意用這個兩岸 作為一個例子 兩岸之間呢 你是不是可以簽訂 某種形式的和平協議 那就可以就是說這個 在兩岸的交流的方式方面 可以比較和平的方式來進行 但是最重要的 和平如果到最後一個階段 所以我剛剛講的和平是第一個 是要有倡議 第二個要制度的建立 第三個呢 要和平要有鞏固 這個鞏固啊 其實是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境界呢 就是能夠把和平的這個理念啊 內化到你的人格當中 這個才能夠把這個和平啊 這個作為持續發展 而且鞏固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想到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那麼各位可以在今天 各位大德今天能夠在這種場合裡面 有這種福分喔 其實都在做這種工作 首先什麼叫倡議 倡議者就是經過這個聖賢之事 有識之事 在社會各個領域裡面 他提倡他對於和平的看法 像我們今天我們舉辦了一系列 有關於這個世界和平的論壇 其實就是站在每一個人專業角度 來去這個發這個宏願 能夠希望把這個和平的這個理念啊 把它傳達出去 那麼剛剛我提到這個師父所提的 所提示的 你我同事 中華這個三祖的兒女 這就是一種倡議 然後他這個等於是 是非常持續的 而且很堅持的 把這種理念傳達出去 這裡面包括什麼東西呢 絕對不能用成王敗寇的歷史觀 來去看整個的我們中國的歷史 像這個舉這個持有 我覺得是真的是 非常具有這個創新 而且是非常正確的一個想法 你會想到 我們在這個歷史課本裡面 都是看到這個著陸大戰裡面 這個皇帝這個打敗了持有 持有 持有那後來到哪裡去 不要忘記 持有也有很多的後代 那他們這個 在整個歷史上 他們蒙受著不白之冤 如何去伸張 那麼他們 如果說以宗教的這個角度 來思考的話 這些後代 可能都成為冤痕 冤魂啊 那就會造成 整個的社會的不安動盪 是有可能的 那即使你不是說信仰宗教者 你也會發現到啊 那為了為什麼他 他失敗了之後 他的後代 就永遠在中國的歷史上 抬不起頭來 所以成王敗寇這種觀念 就必須要把它去除 所以能夠把這個 炎 黃 池 這三帝啊 作為我們中華民族的 一個這個列祖列宗 來看待啊 我覺得真的是 讓我這個心深感動啊 也是我們研究這個 國際關係裡面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啟示 第二個 要建立 也就是說你這個和平 必須要建立啊 怎麼個建立法 那你就要開始要 進入到制度化的 這個階段 剛剛有這種這個理念產生 那個建立呢 你就要每年 要去舉辦 中華民族的祭祖大典 這個東西 每年每年舉辦 它的功效啊 一定會這個傳達出來 甚至於呢 我們從兩岸角度來看的話 這種活動 一定要推廣到大陸方面去 我知道大陸方面啊 經常有所謂的這個 這個祭皇陵 不過他們都是以皇帝 作為祭拜的這個對象 那如果說能夠把它推展 我們這個山祖的文化 推展到大陸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制度化的一個活動 最後最後 如何把它變成 內化到你人格當中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你出生下來之後 你就認為 它就是一個非常 這個正確的觀念 也就是說山祖就是我們的 這個祖先 那這個當然 當然就是必須要靠 這個教育 這個教化的作用啊 那當然如果說真的要做到這一點的話 這個發宏願 就是在我們歷史教科書當中 就要去修改說 只有皇帝才是我們祖先 如果我們教科書當中 從小就可以把兒女叫來說 山祖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 那每一個人都會認為 在他的生活當中 已經變成內化到他的人格裡面 他認為這就是正常之道 無庸去懷疑的 可是呢 如果你最早的時候 你沒有去發這個心 跟這個怨 提出這樣的觀念 它是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內化到你人格的 這樣的一個事件產生 所以我就從這個 結合了我國際關係的看法 完了師父的啟示裡面 我認為我們要達到和平 其實他有這個三個這個步驟 第一個倡議 倡議的話 我覺得在座各位大德 其實都有可能的 也就是說你對和平 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倡議 再來呢 那有心呢 去建立這個制度 那就發揮 最後 如果說能夠內化到你的 人格當中 那當然 這普天之下 都視之為真理 這個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你我之分呢 就基本上已經消除 那麼戰爭呢 它的可能性 也會相對的降低 這是首先我要提出來 就是有關於這個戰爭的原因 以及呢 對於和平的推展 結合了國際關係的理論 以及我這個 出錢的 從師父那裡面 偷了一些東西出來 來去這個把它 做為一個合成跟組織 第二個部分我要談就是 當前兩岸關係 它這個 目前的進展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覺得 你譬如說我們現在兩岸關係 從2008年5月之後 那有很大的這個 面貌的改 這個 就是說改變 最大的改變 可能對我來講 是感受比較深刻的 因為我從這個 民國78年回國之後 資金已經超過了二十 二十一年了 我回國之後 到中國大陸 已經超過一百次了 那麼這一百次的過程當中 我深深感覺到 第一個讓我最方便的 就是交通 我過去我一直想 這個金門人最可憐 金門人如果要到廈門 近在遲遲啊 可是確實是 遠 這個是遠在天涯 就在前面 可是他如果要到廈門去 他要怎麼走啊 金門先飛 松山機場 松山再到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再飛哪裡 再飛香港 香港再飛廈門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我覺得 過去兩岸關係 它是人類啊 地球暖化的一個最大的幫兇 你們會發現到 第一個石油耗盡 第二個排放的這個污染空氣 本來就在前面啊 一橋之隔 那就是過去就是過去了 一水之隔 過去就過去了 那是什麼原因 就是你我之分嘛 那個是你的地方 這個是我的地方 那你我之分 那一橋之隔的你我 就會造成了人類的隔閡 跟這個阻礙 現在各位也很清楚 你現在如果說到上海去 你到上海去 你早上你可以在永和啊 喝豆漿 對不對 完了到松山機場 你搭個飛機 九十分鐘 就到了上海的市中心的 這個虹橋機場 我們市中心 到了是十點半 你還可以開個小會 中午呢就在虹橋呢 不在上海吃個午飯 下午再開會 開會以後呢 那晚上呢 甚至於都可以回到台北吃晚餐 那麼增加我們這個家庭的和睦相處 否則像過去一樣啊 這個家庭之間呢 夫妻都分開的很 經常分開 那現在基本上 這種交通的便捷性 不單單節省了時間 也節省了什麼 我們的這個能源 為人類的這個進化 也貢獻很多 那麼更增加了什麼 這家庭的和睦的可能性 再也不會有這個兩地相思啊 造成很多家庭的問題 所以這個一個交通的改變啊 其實它改變了整個人的生活形態 那麼這個交流的過程當中 你們也知道 過去的隔閡啊 那麼這今天 那麼經常交流 就經常有溝通 那麼這是從這個所謂的交通方面 經濟方面呢 各位也很清楚 這個ECFA的簽訂 那麼現在最近還會有這個所謂的兩岸的這個投資保障協議 讓台商在大陸呢 從事這個這個商業活動呢 會獲得一定程度的這個保障 那麼再下來呢 各位也很清楚 如果說我們按照這個循序漸進的方式 商業上 經濟上的這個協議已經簽了 可能下一步呢 大家兩岸現在目前所共同努力的目標 是兩岸的教育文化的協議的簽訂 最近從今年8月1號開始 我們政府已經這個正式的允許大陸的學生到台灣來入學 修學位 每年是開放兩千名的學生 但是在此之前呢 其實已經有很多大陸學生到台灣來就讀 不過他那個時候呢 他是不能念學位的 他是只在修讀學分 這樣我班上呢 就有很多大陸來的學生 我發現非常的有趣 就是說兩岸的學生呢 在一起上課 談到比較敏感的問題的時候 也會各自表達自己立場 但是他們都是在一個非常和諧的氣氛底下 來進行這種溝通 所以我從他們的身上 其實我已經看到了兩岸的這個和平的這個曙光 如果說年輕人 因為他們本身也沒有什麼所謂的歷史的恩怨 他們也沒有歷史的包袱 那麼兩岸年輕人其實他們有共同關注的議題 他們有共同關注的將來 讓他們好好的溝通交流 其實就達到就是說 把這個你我之分 慢慢的慢慢的把它消除掉 這個其實對兩岸的關係的這個和解 是有非常大的貢獻 它絕對是一個潛移默化的 再過來呢 就是所謂的兩岸的軍事互信機制 各位也很清楚 兩岸現在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大陸方面 當然現在爆章雜誌也都有在登 至少還有一千多顆的這個飛彈 在這個部署在台灣海峽的另外一岸 但是以中國大陸現在的說法 他認為他的說法 他認為他其實那個飛彈 他是作為一個就是國家 必要的一個裝備吧 有的他不是針對台灣 當然這種說法 能不能去得到台灣人民的認同 那是一回事 不過他基本上來講 他已經開始思考 就是說 如何把他這個對台灣的這一些的政策 能夠讓台灣人民聽得進去 已經變成他們現在對台灣工作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這一環 所以兩岸如果說能夠循序漸進 按照現在的這個節奏 叫做這個由益而難 這個這個由盡而正 就是從經濟的轉向政治的 先益後難 先盡後正 那麼循序漸進 把握這個節奏進去的話 其實兩岸呢 在這樣的一個和解的這個氣氛底下 它會有產生非常重大的 外溢的效果就是擴散的效果 那麼將來的發展會是什麼樣子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共同關注的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打開全球的地圖一看 我們不要看那麼大的一個地圖 我們看看我們整個亞洲的地圖 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在亞洲地區 一個就是朝鮮半島 一個就是海峽兩岸 朝鮮半島 雖然 這個他們兩岸 這個南北方的這些領導人 都已經見過好幾次面了 但是人民之間呢 卻沒有辦法這個自由的往來 只有在特定的節日 比如說他們因為韓國人過的節日 是跟中國人是過農曆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有可能在這個 端午的時候 或是清明的時候 他有可能就是放南韓的人 可以到北韓的去探親 只有在這個時刻可以這樣 也就是說 在上位者 就是高層領導 見過好幾次面 底下人呢 卻沒有辦法交流 海峽兩岸剛好相反 我們的領導人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見過面 可是我們底下人 卻往來非常頻繁 現在海峽兩岸 一個禮拜有370班的飛機 每一天從台灣到中國大陸的人次 超過一萬五千人 每一天喔 一萬五千人 那麼將來 在六月份的時候 中國大陸還要開放這個自由行 當然有限定一些都市 北京跟上海 他們認為 他們的數值會比較高一點 他怕覺得說 這些中國大陸人到了台灣 給台灣人印象不好 所以先放一些什麼 有數值的人來 這個是有道理的 這絕對有道理 那麼可能就是說 在六月份的時候 兩岸的航線 可能會達到500班 這樣的一個 這麼頻繁的 可是我們在上位者 都沒有見面 如果說兩鄉比較以後 你會發現 我們兩岸關係 在這樣的發展情況底下 是遠比南北韓來的穩定 因為我們的基層的組織跟交流 就等於是說 要蓋一個房子一樣 把它基礎打得非常非常的穩固 那麼逐漸逐漸往上 那有一個中樞神經在上面 那底下的基層打得非常穩 這就是我們兩岸交流裡面 最可貴之處 那如果說沒有兩岸的 和解跟交流 根本不可能會有這種基層的建設 所以 從這樣來看的話 南北韓是最有可能發生戰爭的 以前的兩岸關係 甚至有插槍走火的時刻 比如說 96年台海危機 你看看中共對台灣發射飛彈 那麼美國人派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來 現在這種情況 這種所謂的情境 已經很難在在座各位的腦海裡面會出現 所以兩岸的和解 那我們看整個亞洲地區 如果兩岸的和解 它就有可能帶動整個區域 這個所謂的這個 剛剛我講的這個外溢的效果 那麼促使的別的國家也會來看 我們兩岸這樣的交流方式 是不是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借鏡 來作為南北韓 這個去尋求和平的一個 一個借鏡 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他們都認為就是說 這個兩岸這樣的交流方式 是最符合區域的穩定 跟和平的發展 所以持續的和解 持續的和平 絕對會給整個地區 甚至於全人類 會看到就是說 台灣這樣的台灣海峽 從過去的兵戎相見 到今天的這個和解交流 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效果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的話 那你也會發現到 我們在不管是和平的倡議 和平制度的建立 到最後內化到你每一個人人格當中 其實就跟我們在今天 還有在師父的理念之下 來去思考這個和平的問題 它的道理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真正的要做就是要去實踐它 要去實踐它 要去鞏固它 最後當然就有可能 比較有可能達到所謂的 世界和平的這種地步 我想以上是我個人 對於這個兩岸關係 從最近的和解的這個發展 來去看這個世界的和平 提出一些潛見 來請各位這個大德 還有師父們多多的指教 謝謝大家 我們有一次到大陸去 師父被邀請了跟北大、清大、人大 幾個大學的教授朋友 我們一起有個晚宴 晚宴完以後 因為那個時候先受到清大的邀請 要到他們學校去拜訪 那北大的這些朋友呢 就說你們怎麼安排到清大 怎麼沒有先安排到北大來 那天我們在清大呢 受到這個侯士昌、侯院長 他們熱烈的招待 大概他們有幾個有來過的 都把工作都擺開 然後呢是整個陪著我們 那那種 那種這個在一起的感覺 到現在都覺得說 實在是非常的這個溫馨 所以我想這個在 所有的這個事情的推動上 當然是需要 所謂一個最高層的這個領導者 那因為所有的他 到底引導的方向正不正確 這是一個大前提 那如果說能夠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然後能夠在引導上能夠帶領著 那這個就等於效果就一定會出來 像師父在中門裡頭 一再的告訴大家要慎中追嚴 要能夠追根溯源 要對所謂的父母 對多生的父母 對老祖宗都要盡大笑 那這樣子一直在告知著 一直在強化著我們的理念 那我想我們中門的所有的同休閒 甚至一定都會銘記在心 一定會把它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是所有的政策 這個就在於說當你決定好以後 你那個領導者怎麼樣的 能夠有效的去推動 怎麼能夠有效的去把它發揮出來 剛剛邱所長所提到的 當一個事件要能夠有人倡議 然後接著而來要能夠制度化 然後第三個能夠內化 這個我過去也常常強調這個概念 我所強調的是說 所有的事件第一個就是理念的提出 因為這是一個理念 這是一個人就是追求 所有人類本來就是追求 和平本來就是人類所追求的 基本的需求之一 所以也可以說是我們普世的一個 成人類普世的一個價值 沒有哪一個人說我不要和平 沒有哪一個人說我需要被爭鬥 我必須要被鬥爭 我必須要我要去受別人這個 所謂一個欺負或者是要去參戰 沒有人會有這種所謂一個想法的 那基本的一種需求 那就是所謂一個和平 那這種普世的價值當提出來以後 很容易就被認同 當被認同以後當然要配套措施 所以中文裡頭很多的活動 很多的說一個洪華也好 很多的這個所謂祭族的活動 剛剛書記 吃飯的時候又告訴我說 8月8號 看到我這已經好像稍微可以了 這8月8號又要去著陸 要去炎帝廟的 要去炎帝廟的 善良 善良 所以各位看 持有黃帝殿的 黃帝殿 蓋黃帝殿 持有此 到炎帝廟 那如果這個說 把大陸的人一聽 這怎麼你們台灣的 混言失誤跑到我們之類的 那有時候我想說 你們為什麼都不會做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想到 怎麼都不會做 他們就讚嘆的不得了 偉大的不得了 那我說你們一起可以一起 所以我想各位在座很多 像幾位演藝把師 你們幾位大師 你們都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得到 那像那個所謂的任昌華他們 他們多麼的佩服佩服的五體投地 他們是所謂的中華山族 他們那個研究會會長 他們幾個人 他們他們就會多不但是認同 而且是幾為這個讚賞 那像這個如果能夠有很多制度化的工作 能夠把它配檔出來的話 那這個變成就不是只是說一下做一點 而是說它持續的 當你這個越制度化以後 那你就越能夠做出成績出來 所以你說點點滴滴就這樣子做出來了 所以這種和平我認為是可能的 所以我想剛剛也很高興聽到求所長 實際上其中華山的專長不是他所謂研究的這個東西而已 他還有更旁門走道的這個專長 他是正大合唱團的指揮 真的合唱團是曾經我帶過他們去得過全國冠軍 然後到現在畢業以後 這個合唱團一直還在 學校的合唱團很接觸 校友合唱團更接觸 他們每年都在國家音樂廳公開演出 這個能夠公開演出的不是隨便上台 不是被uncle下去而是被虛下來的 他們是長長輩子要準備好幾首uncle曲子 是uncle曲子所有的樂團都會準備 哪一個樂團或者哪一個人演唱過以後 不希望別人uncle一下呢 uncle一下表示對你的吉賞 對你的贊同 甚至希望你這個這麼好再表演一下吧 他們事實上都準備至少五曲 所以你們如果以後看到他們只是出來三次的話 都還不夠可以再繼續 因為他們都還有準備的 那麼教授長他一直很認真 而且是非常這個 我會覺得他非常的有禮貌 我們在一起幾十年都相處都非常的愉快 當我告訴他說請他來 他上次不能有因公而不能到 因為校友緩校日 緩校他所有研究所的這畢業的校友通常回來 他所長那不在家的話那不行 所以本來說可不可以免呢 所以無論如何調到今天呢 他還是來幫我們一起參加我們的論壇 非常謝謝 等一下各位有什麼樣的實際上的問題 交流上的問題 都可以請教他 我們接著下來請我們何校長 何校長呢 那是後面 他剛剛在辦公室說 只要我們要健康找他都可以 我們健康當然就和平了 健康當然就不會 食物縮的嘴巴不會矮矮矮 我們身體呢也都很順暢 所以新陳代謝會很好 然後呢是機能會很好 那就當然大家都會覺得生命都可貴 生命都呢多麼的這個值得珍惜 所以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哪會去跟人家計較太多呢 我們會覺得說很難得已經夠難得了 有的今天呢已經夠難得了 所以有人說呢是如果照這樣的話 那連睡覺都會偷睡的都會偷笑的 所以我們請何校長告訴我們 怎麼樣能夠從健康來 讓我們世界能夠和平 請何校長請 親愛的師父 楊院長 邱所長 各位法師 各位閒事 各位同修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 今天我非常榮幸 因為說真的要講和平 前面早上的這個講者 以及現在的邱所長 他們講的都是比我要好太多 所以我只好從我的專長的角度 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希望不要離體太遠 那我想我今天就用這五個大綱 來跟大家探討 那其實大部分是做一些生氣產品的簡介 因為我們人是吃五穀雜糧的 一定會生病 扁鹊這個名醫 他說過其實防病要防於未然 他雖然很會治病 他還是推崇他的哥哥 就是病不要發生就要把他停下來 那現代的醫學也希望做到預防醫學 不過我在這裡先打住一下 我先回應一下 剛才大家在師父 還有邱所長以及楊院長提到的三組 我想我們在台灣裡面做血型的統計 三層多的人是O型 那O型是隱形的隱性的基因 那有三層多表示 他在我們的整個基因族群裡面 其實佔了六七層 只有AB型的人 還有少數的純A跟純B的人 他沒有O型的因子 其他人都有O型的因子 那這個O型的血型是來自於北方的民族 也就是塞外那邊慢慢難移的 所以可見我們中華民族的三組 一定是發源於北方 才會有這麼龐大的基因族群 這是我先這樣子呼應一下好了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講生技產品開發 因為我講到說 我們生病的時候 如果以師父的角度來看 一定是要人也要神 要神也要人 人就是找醫生或是吃對的東西下去 因為我們也俗話說 病從口入或從口出 那個病你亂吃東西一定會生病 那吃對的東西就不會生病 那要把這個人弄得好 這個吃首先要注意 那我為什麼今天會講生技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 天才跟瘋子其實只有一線之隔 大家都知道 這是腦筋的一瞬間的一個轉變 那我們來看看歷史幾個人物 或許大家都知道希特勒 他很注重優生學 他也在戰功上也曾經非常飆病 可是他就是恨透了猶太人 一定要把他們殺光 其實猶太人裡面有非常多優秀的人 優秀的商人 優秀的科學家 為什麼希特勒就會有這種奇怪的想法 我想他腦筋裡面有點奇怪 那在醫學上來說 人的前夜 大腦的前夜如果受到傷害 會有癲癇 會有暴力 這個在醫學上是站得住腳 是這樣說的 那所以我們腦袋裡面要健康 其實也有很多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腦部更健康 那我這次剛 我上個禮拜剛從大陸回來 那我也去參觀了很多毛澤東的這個文物 還有他寫的字 他畫的畫什麼這一類的東西 因為他的字寫得好像真的也很不錯 那我就聽他們講說 我就說那毛澤東在他們心裡很偉大 他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夠偉大了吧 可是他也做了一個非常大的措施 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我聽他們說是因為毛澤東 在還沒有發跡以前 他做過圖書館管理員對不對 北大的吧 記得 然後他因為他要去親近這些文人 這些文人他們說用英文說 就忽略他 就是忽略他的存在 他好像心裡就不平衡 所以等他掌權了有一天出來想不通了 就興起了這個文化大革命 這是大陸人說的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真的這樣 不過總之你看一個人 在思想上如果說他往正確的方向去發展 他可以是一個奇才 他是一個很好的領袖 可是他如果是做錯的方向的話 那個禍害也是夠大的 那賓拉登大家都知道最近他被擊斃 他是美國人訓練出來的特務 可是美國人教他的 他所有的東西都美國人教的 可是他跟美國人反目的時候 那就造成了911 那裡面死掉多少 一兩千人 我的印象中不知道多少人 兩千三百多 兩千三百多 十五比我還清楚 的世界的金融的這些精英 所以對我們 不過美國人的輩分做得太好了 這個遠距的輩分都沒有讓 我們的金融交易因為電腦化而中斷 那可是死掉這些人真的是 也算是我們的損失 人類很大的損失 所以我想人到底是天才還是 還是惡魔還是瘋子 真的是有時候腦袋裡面一線之隔 那所以我今天要談一談 人如果要把腦袋弄清楚 當然身體要先健康 因為你身體不健康 你的頭也不會 你人有病痛 你說要叫你何言 月色寒人說話 你又說不出來 人家說酒病無效值 連這個父母對父母來說 那父母生病生久 他也會很 有的人會厭世 有的人會生氣 會講一些不太好的話 或者是商人怎麼樣 自己也是這樣 所以我想人如果身體不健康 他腦袋一定不清楚 那如果我們要讓腦袋清楚 當然我們需要健康的身體 所以我今天就從生技產品的設計 跟開發來談談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提升他的 提升他的研發的能力 來建立自有的品牌 因為我的飯這邊有點多 所以我要講快一點 那在我們國家裡面 農業生物科技跟人吃的東西 息息相關 植物工具 畜牧水產跟一些應用的平台 都是列入國家級的計畫 那我們在生技產品的設計跟開發 有這幾項 就是說你要做一個功能的需求確定 客戶的確認 替代產品 產品的型態 經濟性的評估 原料的供應 產程開發 品管到行銷 都要每一方面都要去注意 那我們台灣生技產業 是以農業生技為重點 尤其是健康食品 以及科學化中藥跟學民藥 學民藥就是已經可以當作藥的 那這個部分是比較稀少 那對於一些生技公司 台灣也比較缺少大型的生技公司 跟製藥公司 那在學校裡面呢 大概只有台大陽明成功 長庚還有我們大學 有做一些生物科技產品的開發 那生物產品的這個科技範圍 包括有醫藥用品 醫療器材 食品特化生技 農業生技環保 跟這個生物服務 生技服務業 這幾個項目 那或許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吃東西最怕吃到農藥 因此我們用生物農藥 譬如說舉這個例子 用這個Bacillus subtilis 這個酥利菌 來防治害蟲 就不會讓我們吃到農藥 那這個也是很好的一個 環保的藥物 那我們在微生物 除了用在農藥以外呢 你還可以用在發酵產品 像我們喝的酒啊 優酪乳啊 味噌啊 什麼臭豆腐啊 這些都是 還有這個導入啊 都是醬油啊 都是發酵產品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從這裡面得到很多健康的東西 因為黃豆不容易消化 它有一些不利消化的因子 可是當它變成醬油啊 味噌啊 豆這些產品的時候 它就消化度就好很多 那健康食品跟一般性機能食品 更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這個是我隨便照了一下 我們大學大學過去曾經生產的 現在也還在上市的一些產品 那還有一些市面上的產品 那這個 左下角那個是台灣最貴的 也是全世界最貴的藥用菇菌 叫做牛章枝 它又號稱台灣森林的紅寶石 那它的這個生產 我個人現在也在盡力把它做這個量產的試驗 那我們身體的健康是人最大的財富 可是我們人也可以用財富來買我們最大的健康 那就是財富就是要用對地方 要買一些健康食品來吃就對了 那我想大家對於一般食品跟健康食品 你要有一個認識 就是一般食品是個普通名詞 健康食品它是一個專有名詞 而且是法律用語 那麼在台灣健康食品是不需要 是一定要登記 而且4000要登記 一般食品是不需要的 而且健康食品是可以做特定功效 保健功效的訴求 健康食品才可以 一般食品不可以 那麼健康食品它是對特定 它有特定的功效 所以它是對特定的人群 那麼一般食品就沒有這樣 它只是一般人的這個調理的 調理劑跟營養補充劑 那麼所以一般食品 不可以做誇大虛偽 或訴說療效的標示或廣告 但是健康食品 可以在法定範圍規範下來用 如果你違法的話 就適用於這個健康食品管理法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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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